第25集 我在太空拉地球 走喽 这简直太好玩了 克里斯博士 这个就像火箭升空一样 是的 萌萌 其实火箭升空和飞机起飞 都是包含着反作用力的原理的 是吗 我想学习反作用力的知识 这样我长大了以后 就能造火箭和飞船了 克里斯博士 真的有这么多反作用力 发生在我们身边吗 是的 反作用力无处不在 可能你还没有发现罢了 小朋友们 你们过春节的时候 看到过爸爸 燃放烟花飞向天空吧 烟花也正是在反作用力的帮助下 才飞回天空的 哇 太有意思了 嗯 当你有了足够的知识 知道如何发现乐趣后 你会觉得物理很有意思 可是反作用力都是怎么出现的呢 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例子 我怎么才能找到它们呢 其实 很好找 只要有力存在的地方 就有反作用力 只要有力存在的地方 你是说我们身边的每一种力吗 没错 每一种力都有一个反作用力的存在 萌萌 你看起来好像不明白 你说每一种力是包括小鸟飞行的力 火车奔跑的力 还有你站在这儿的力吗 嗯 是的 你觉得不合思议是吗 但是你上节课告诉我们 反作用力的方向与力的方向相反 那如果每一种力都有反作用力挡着 小鸟怎么能飞得动 火车怎么能跑呢 嗯 我明白你为什么不懂了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解决这个谜题吧 小朋友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出发吧 小朋友们 你们好 今天我们就来解决一个有关反作用力的谜题 了解牛顿第三定律的奥秘 我们刚才看到了许多反作用力的例子 那么大家想知道反作用力是从哪里来的吗 萌萌 你还没明白吗 是的 克里斯博士 牛顿第一定律说 方向相反的两个力会抵消 力抵消了物体就会静止不动了 那么力和反作用力会相互抵消吗 嗯 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萌萌 你已经知道运用牛顿定律分析问题了 同时你也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反作用力会作用到谁的身上 是不是和力都作用在同一物体上呢 如果说力和反作用力同时存在于一个物体上 那这个物体岂不是永远都不能移动了 应该是这样 没错 不过 力和反作用力其实始终都存在于不一样的物体上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两个力相互抵消的问题 力和反作用力不是出现在同一个物体上 是的 萌萌 想一想当我们推墙的时候 我们的力推向了墙 而反作用力呢 墙在推我 哦 等一下 现在我们有两种力 还有两个物体 你说慢点 克里斯波士 没问题 萌萌 当有一个力出现时 始终都有两个物体的存在 其实这一点你是知道的 静下来好好回想一下 踢球 我和球 推墙 我和墙壁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那我们现在站着呢 我和地面也是吗 地面是物体吗 当然是了 萌萌 嘿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能向你展示这一点 我觉得是时候再来一次我们的太空之旅了 你看到了吗 萌萌 地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球 也就是行星地球 所以当我们讨论你和地面之间的力的时候 其实是有两个物体存在的 你和星球地球 哇 地球 它真美 看 那是中国 还有长城 的确美极了 萌萌 尽管我们在外太空 但是地球仍然在拉着我们 而且你知道吗 我们也在拉着地球 啊 我们怎么能拉动这么大一个星球呢 我们回去吧 我解释给你听 看到了吗 萌萌 这里始终有两个物体和两种力的存在 你和地球 也就是地面 这是两个物体 你知道这里面其中的一种力是什么 对吗 是萌萌 地球在拉向我 它拉着所有的事物 就像苹果一样 嘿嘿 是很好玩 但是地球 并没有把苹果拉向地面 萌萌在同时拉着苹果和地球 刚才我们在外太空时 萌萌也在拉着地球和我们 不可能吧 我能轻易地观察到 地球并没有移动 移动的只有苹果 嗯 想要看见这一现象 的确不太容易 这点我同意 不过 苹果的力和你拉着地球的力虽然在那里 但这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力 啊 我明白了 这挺微妙的 也就是说 我用很小的力在拉着地球 因此我根本无法移动地球 对吗 克里斯博士 没错 你已经弄明白了吗吗 实际上 我们刚刚已经理解了牛顿第三定律 啊 我已经学会了吗 怎么学会的 是的 牛顿的第三定律说的就是 每一个作用在一个物体上的力 都有一个反作用力 作用到另一个物体上 反作用力的大小 等于力的大小 但方向相反 等等 让我再重复一遍 每一个作用在一个物体上的力 都有一个反作用力 作用到另一个物体上 反作用力的大小 等于力的大小 但方向相反 没错 哦 真的吗 就这样 我看我的确理解牛顿第三定律了 我应该叫它萌萌的定律 好吧萌萌 那么现在你肯定能解释 为什么你的气球会飞走了吧 哦 是的 气球 好吧 我可能还是不太明白 哦 好吧萌萌 为了能真正理解这一概念 你必须得应用它 我觉得我们应该再来玩一次发射气球的游戏 好好应用一下这个知识 孩子们 拿出一个气球 让爸爸妈妈帮你们把气球吹起来 我们慢慢来 大家知道 当我们松开手的时候 气球里的空气会跑出来 这就意味着气球在空气上施加了一个力 你们用手在气球口这里稍稍放一点点气出来 你们能感觉到空气 所以当气球释放的气体的力作用于空气时 肯定会有一个反作用力 而且是作用在另外一个物体上的 你们知道这个反作用力作用在哪里了吗 没错 当气球排出空气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力 反作用力就作用在了另外一个物体上 也就是气球 这个力推动了气球向前移动 也就是气球能在空中飞的原因 那么 现在我们已经理解了牛顿第三定律 我们是否可以用第三定律 来解释我们踢球时候的现象呢 当我们踢球的时候 我们在球上施加了一个力 因此球向前移动了 因为我们在球上作用了一个力 根据牛顿第三定律 会有一个反作用力 作用在我们的脚上 可是 我们并没有像球一样向后弹出去 大家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小朋友们 你们还记得我们之前学过 怎么画出力的方向吗 这儿有一张我画的画 气球飘在空中 大家会注意到 我在气球排出空气的位置上 画了一个力的箭头 根据牛顿第三定律 我又画了一个反过来朝向气球的力量箭头 小朋友们 跟爸爸妈妈一起 画一张萌萌踢球的画 在球上画出萌萌脚上的力量箭头 以及朝萌萌指回来的力量箭头 然后我要大家思考一下 球的质量和萌萌的质量 试着跟爸爸妈妈解释一下 为什么萌萌没有向后移动 但球却朝前跑了呢 下次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有关牛顿定律的课程就学完了 大家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